新北市长侯友宜上周获得中国国民党提名参选 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 24号他再度前往中国国民党中常会 还特别与中常委们逐一握手致意 此举被认为是积极在党内修补关系 顾不得明代参选人都还在旁边 侯友宜已经快步走向前 就算有的中国国民党中常委曾经挺郭台铭 扮获征兆的侯友宜当天一一和他们握手 大家的确感受他的诚意 侯市长他现在表现出来就是 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拉票的机会 任何一个可以曝光的机会 侯市长非常的努力 不像过去与中国国民党保持一定距离 台美认为侯友宜正努力在党内修补各种关系 27号中国国民党高雄市党部 将举办见面会说明会 以及31号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的便当会 侯友宜都将出席 并且在23号晚间 侯友宜更首度派出核心幕僚 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对接会议 不过征党后侯友宜的民调支持度反而小幅下降 中国国民党中常委洪梦凯表示 侯友宜应该尽快把党案论述等政策讲清楚 并承担起整合党内不同势力的责任 呼吁现在党中央应该就要有个明确的战法 战术战略 好好的跟候选人这边来对接 候选人也可以赶快跟区域委员这边来对接 县市长也来对接 现在民调是第二名就代表什么都还有缺 这个是事实 我们不用自己骗自己 请侯友宜跟他的团队加紧脚步 那既然你愿意承担出来重责 你也应该要想尽办法整合所有的力量